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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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裡就告訴我們B場跟E場 它的差別就是它的amplitude BY就等於10plus被C來除 BY就是負的10被C來除 你知道這個關係以後 你解除一個電場來 那磁場就會了 好 我們再看 很多時候 大部分電磁波裡頭的磁場 我們是用H場來表示 H場跟B場之間的關係 在真空裡面呢 它是這樣的一個關係 好 那麼因此 我們把這個關係帶到這裡來 HY就等於BY plus 比m0來除 HY minus 對於BY 這是 minus 好 我寫錯了 應該改一下 這個是 minus 對m0來除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现在把 把EX 被HY的比值 我们可以变成这样 本来是这样子 本来是我们是 EX plus over BY plus 它等于C 那我们把这个μ0乘过来 这个等于μ0在这边 那现在我们把μ0拿过来这里 那这里就变成EX plus HY plus来除 那就等于 刚刚这个是 EX over BY plus 是等于这个东西 现在多成一个这个 那这个约到一个 去变成根号 μ0 over Epsilon 0 这个东西 你把这个常数 通通带进去 它可以等于 120π欧姆 它的单位跟电阻的单位一样 那我们用这个符号来表示 Eta 0 这个我们称它叫做 空间的自由波主抗 有时候叫做空间的特性主抗 翻译都不太一样 我这里暂时用这个自由主抗 有时候也会用特性的波主抗 你们要熟悉这个名称 然后负的这一边 它本来是负的 负的这个 那等于μ0 Epsilon 0 开根号分之一 那现在呢 这个就等于 这里多成一个μ0 它就也是Eta 0 也等于120π 这要记住哦 你如果把120π 它用3.1416带进去 整个值是377欧姆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120π 377π 这个很重要 以后常常用到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知道 你只要知道电场 Ex等于H等于E E 这个我怎么写的 又写的X 这应该是Y的 老是出现这个错误 这都是Y啊 这不是X啊 这是Y 把它改一下 本来我们是EX 现在就把它改成 H 你只要把原案的E E的E0 plus E0 plus被Eta 0来除 E0 minus被Eta 0来除 不过这个 我们复方向传播的这里 要加一个符号 不要忘记 我们原先早的时候 会有这个符号出现 好 于是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这个你看 这个是个符数 变成十数 乘上它的向常数 OK 好 那这个就是 用H表示 平面电磁波 的磁场 现在我们就做一个总结 我们前面讲那个半天 以后你只要提到 Expandant 向Z方向行进的均匀电磁波 均匀平面 均匀平面坡的电磁场 它的复数形态 与实写形态 我们先写复数形态 你只要写得出来 这不要打了 你就写了 它可以分成 就是说 要不然就是正方向的 传播的 要不然就是 副方向传播的 正方向传播的 可以变成一个 复数的Ampitude 呈成一个向阴子 这个也是 像副方向传播的 它可以写成一个 副正符 再成一个向阴子 那把这个副正符 又可以划成 实数的正符 跟它的 像 出向 这是出向角 摆在这里 B场也是一样 B场呢 你只要把这个 这个式子 处一个C 不过后面这里要变好 像副方向传播的 这叫变好 然后 这也是一样 用这个 用这个 就是变成这样子 那H场呢 也是一样 你就把这个 或者这个 被Ata0来除 这要变好 这个就是 这个 你要写得出来 任何时候 你只要用到 这是平面电磁波 你就可以把这个 波函数 复数形态 马上写出来 那么它的 十斜形态呢 那你知道吧 十斜形态 比如说1 你是1 这个就是空间函数 现在连时间函数也 也 包含进来 那你就把这个 空间部分 存在 Exponential J Omega T 整个 Take real就好了 Take real 就会变成 Cosine的这个 你把这个 这个 跟Exponential 合并嘛 对不对 变成一个Exponential J Omega T 减Beta Z Beta 0Z 加 J Phi 加Phi就好了 那么 就变成 这个形态 这个也是一样 以后你求这个 实数形态的时候 最好 你这个也写上去 你在初学 我们在初学 你要把这个 弄清楚 初学 按照 规矩来 把它写好 写进去 你现在把 可以这里没有说 上面一个 有个Exponential 把它改成Yponential H超 好 那现在我们看 这个电磁波的传播 我们看这个 朝 正Z方向传播的 这个 因为是 对Exponential 那就是我们 假如T等于0 好了 T等于0 那么这个波 起初是这样子 T等于0的时候 T等于0 如果T等于八分之 T就是周期的八分之一的话 这个波就行到这里来了 跑到这里来 变成四分之一的话 它就跑到这里来 所以它这个波峰 你注视它的波峰的话 波峰会 往这边传播 好 再来看这个 波的行进方向 波是这边行进方向 那么 电磁波在传播的时候 有没有这么一个曲线在跑 没有 这个曲线是代表什么 这个是代表正伏 就是代表它的Y Y对 Y 就是对平衡点的位移 你看 这个是代表这个大 在这里 电厂 电厂大小是这么大 在这个地方我们是用什么 电力线 电力线它越 极的地方 越密集的地方 就是电厂越大 越西数的地方 就是电厂越小 所以你看这个 波峰的位置 或者是波谷的位置 这个电厂 电力线都非常密集 不过这个 波峰是正的 电厂朝这个方向 波峰是负的 电厂朝这个方向 这是用电力线 来表示电磁波 这是朝正方向传播的 我们刚刚说 如果在无限大空间 它不是朝正方向传播 就是朝负方向传播 它不会又有正方向传播 又有负方向传播的 不会这样子 那么我们把电厂 跟H厂一起画 电厂这个方向 H厂 B厂或者H厂 这个方向 那这个就是波的行进方向 波的行进方向 那么这个电厂 跟磁厂不可以随便乱写 不可以写生 这个是B 这个是E 它要满足 等等我会谈到 一种右手的螺旋定则 就是说你这个 右手伸出来 这个是X方向的话 一往Y 这是电厂 一往磁厂的方向 弯曲 大弩者的方向 就是行进的方向 要满足这个关系 那我们看到 整个电磁波在传播的时候 如果这是电厂 那H厂就是在这个平面 电厂在X Z平面 那么H厂就是在YZ平面 这个是H厂 这个是它的坡面 这个是整个的电厂跟磁厂 画在一起 是这样的 那你用H厂的话 也是一样 电厂是这个方向 H厂就是这个方向 好 我们 我们现在 从刚刚这个 从刚刚这个地方来看 你看 电厂最大的时候 H厂也是最大 电厂是零的时候 H厂也是零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发现 电厂跟磁厂的相位相同 它是In-face OK 然后还有电厂跟磁厂是互相垂直 OK 电厂跟H厂 接于坡的行进方向垂直 坡的行进方向 是什么方向呢 就是E cross B 或者是E cross H的方向 好 那这个我们后来会推导 不过我们先用一下 因为这个很有用啊 先用一下 你看这个 我们现在看这个 坡的行进方向 An代表行进方向 它是什么 E cross H 如果E是这个方向 行进这个方向 H就是这个方向 如果E是这个方向呢 行进还是这个方向呢 那H就要朝下 OK 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把它用数学式子表示出来 我们可以用H 等于An Cross E Over Eta 就是说你这个H正好是这样的啦 An 你看An cross E An cross E就是H的方向 对不对 那么这个H 那么当然这个 你要E被 E被A到处 才会变成H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画成这样子 A它分之一 变成 成在Cross的 An cross E An就是波的行进方向 那么这个A在这里 我给它戴一个帽子 就是说 一般来说 如果你是纯粹的界电值 或者真空 Eta是时数 不要带帽子 但是一般的这个界值啊 它又不是纯虚数 又不是纯的 又不是纯界电值 又不是纯的 导体 所以它里头的这个Eta 是一个复数 我们将来会 下一章我们会想到 我们先用一下 在这里呢 真空里面 A戴个帽子 跟V戴帽子是一样的 然后反过来 你要求 知道 就是知道E场 要求H场 这是知道H场 要求E场 它应该是 你看 先看方向好了 H cross A H H cross A 才是E场 那么 我们把这个式子 挪一挪就变成这样子了 我们把A拿到前面来 跟这个 相对应都是在前面 这是负Eta A N cross H 这个就是要强调 波的行进方向 是E cross B的方向 那么我们现在讲的平面电磁波 有这一些特性 底下是一个立体 我马上就可以做立体 这个立体说什么呢 假设在真空的空间 均匀平面电磁波的电场是这个 E 这是复数的形态 复数的 Space形态 你看这个是 大概写着 A X 一千 Exponential Fu J Beta V 单位是Volt Per Meter 这Meter应该小写了 应该小写了 Volt Per Meter 应该像这样子的 频率呢 是220个MHz 频率是200MHz 现在要问你啊 波 这个波 行进方向是什么方向 政府是 政府的方向是什么 它的政府是什么 政府是什么 然后还有 偏正方向是什么 求行进方向 求正幅的大小 偏正的方向 电场朝什么方向 然后 求跟这个波相关的 相对应的 B厂跟H厂 写出 电场 磁场 H厂 它的时间 函数形态的表示是 就是它的 邪正 磁邪形态 还有求这个电磁波的 向常数 β0叫向常数 VP叫做向数 Face Velocity 波场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波的行进方向 要看哪里 波的行进方向 看哪里 我们要有反应 看哪里 看哪里 对 看β 前面是 Fu的就是 正之一方向 对不对 正的话呢 就是Fu之一方向 看这里 所以 从这一项 我们都知道 波是向正之一方向 传播的 正幅是哪一个 正幅是哪一个 不是这个吗 对不对 一千 你不可以只写一千 它的单位是什么 Vote per meter 单位一定要写 你们出去考试 单位要写 你不写单位 可能它就不给你分了 还有 拼正方向看哪里 拼正就是电场的方向 哪一个方向 表示拼正方向 哪一个 就是前面这个 这就是电场的方向 所以电场是什么方向 X方向 所以我们称它叫做 X拼正 也叫X极化 好 我们知道了这个 现在要求 跟这个电场相关的 B场跟H场 我们知道这个了 你怎么知道B场 我们刚刚不是讲过吗 如果 电场是X方向 它又朝Z方向 正G方向传播 正G方向传播 那么电场是什么方向 就是Y方向 这是我们 刚刚没有讲那个 用关系式来表示的时候 没有讲这个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那么G的 但是我们现在讲了 以后你可以用那个式子 这是用G的 那你就把电场 1000个Volts per meter 被光束 三成十的大脂肪来除 它就是这个东西 单位要写出来 时长的单位 时长有什么单位 时长有什么单位 一般常用的是Hertz 对不对 不是Hertz 时长 Tesla Tesla Tesla又 它另外一个什么单位 Weber per meter square 一个Tesla 就等一个Weber per meter square Hertz Hertz 就是Ex 被heta0 买除 heta0 是多少呢 120π 或者是377π 就是这个单位 Ampere per meter 这个单位要记清楚 以后你写这个答案了 单位一定要写进去 OK 像你写这个东西 很多东西就写不全了 单单写这个就写不全 不是漏这个 就是漏这个 你要学会把它写全 你初学一定要写全 等到你都学通了 那看你要 你看别的书就看得懂 因为各本书用的都不一样 那你一看就知道 这应该是 只有空间部分 这应该是实现心态的 那么 你去看 等你把这个弄熟了 别的书的规定 你也看得懂 好 那么 我们再看 电场的实现形态 现在看实现形态 它就等于这个space part 存在exponential j omega t 之方 take real 那你就把原来这个带进去 原来这个带进去的话 你可以再进一步 把这两个加起来 就变成j omega t 减 beta 0 beta 0z 这样 然后取实数就是cos 单位还是不要忘记 这个 你就是把 这个 这里我就直接跳到这里 就用这个弦 然后取real 就是这个东西 单位 h长也是一样 我们刚刚不是得出这个来吗 对不对 取real就是这个东西 好 我们看这个向常数 向常数 你要知道它等于这个 这一定要记得清清楚楚 常常用 这个关系 整个关系 这要记得清清楚楚 用得很熟 它可以等于这个 然后 根号μ0 y0 又等于c分之一 那所以这两个一除 那你就把2π乘上 它是20个mchertz 三乘十的八之方 meter per second 然后就得这个 单位 radium per meter 有的时候 有的书这个radium不写 它就是per meter 好 像素呢 像素 它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 你把这个 这个其实很 你只要记这个就好了 三乘十的八之方 三乘十的八之方 meter per second 这个呢 lemn等于2π over beta zero 本来是k 对不对 前面我们导的时候 是用k beta就是k 那它是在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导体介质里面 它的传播常数 可以分成 实数跟虚数项 那这个 beta是属于虚数项 那你在一般的界电子里面 只有这个虚数项 好 那这个又等于 你看 这个关系 lemn等于f等于c 你用这个带 也一样 或者你用2π 被这个除也可以 或者是3乘10的八之方 被20乘10的6次方 赫尺来除也可以 这成15个meter 好 我们现在看 立体二 立体二 在空气中 向y方向行进的调频广播信号 的浮数磁场函数 是这个 它告诉你这个浮数 这个浮数形态的h传 你看到这个 它是往什么方向行进 y方向行进 行进要看这里 然后它的偏正呢 它有两个方向 它两个方向考虑起来 一个是负x 一个是正z方向 这个 你先不要管 这个j可以在这里 这个j就可以影响 将来就是它的初向角 初向角 好 那么 我们现在看 要求什么 求平律 求波长 对应的电厂的浮数形态 还有要求实学形态的电厂 跟h厂 好 那现在我们看 第一个 你要求频率跟波长怎么求 怎么求啊 那我们首先就看 它给你的这个是amplitude 对于这个来讲 负1也是一种像 就是π度 那这个 那我们看 0.68πy 我们本来是写什么东西呢 负j β0z 对不对 现在的z改成y 那这个β0 应该就是这个东西 β0就是这个 那我说这个要记得清清楚楚 又是这个东西 于是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头 把它的omega 求出来 omega就是 c 乘 β0 就是这个 你知道omega以后 就可以求它的频率 频率是omega over 2π 因为omega的2πF 你这个除一除 就是102个 machert 你要注意 我这里直接写这样子 你这个导出来 可能还有10的6次方 102 乘10的6次方 hz 我们把它划成102个machert 波长呢 你知道频率以后 就可以求波长 波长就是c over f 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 好 B厂 B part B 要求对应的 E厂 就是你知道 H厂 要求 这个 要求E厂 那我们就用 负 A厂0 里头是 传播方向 an 就是这个 传播方向 cross hy 那我们就 就知道 这个 那现在你去把 这个 A厂0 377 欧姆 377 欧姆 然后 我们把 H0 H0的这个 amplitude 连同这个 这一下 全部写在这里 最后才是把 这个 向量 乘 这个 H厂的 后面这个 这个方向 你看 AY cross AX 等于 负责 负责 就是 AY 这是X 看看 前面有个负号 OK 这本来应该是 负责 负责的 正 又变成负的 然后 AY Z 变成 AX 再负的 这样子 这就是它的 电场的 复数形态 再来我们就要求 电场跟H厂的 实斜形态 实斜形态 你就把电场的 伏数形态 乘上 Exponential J 那个 T 次方 这是 电场 我们刚刚求出来的 电场 乘上 这个 然后 你再把这个东西 AX 像 AX 像 写在这里 你把AX 像跟AY 像 跟AZ 像分开来写 那么 它有个J OK J的话 那我们就是 取它的SINE 部分 J 部分 因为它这个 一个复数 它是COSINE 加上JSINE 对不对 那J 乘JSINE 那就是 负1SINE 负 负的SINE 然后这里 再一个负号 那就是变成这样子 没错 好 这个 它就是 Real 就是只有这一下 它就是取COSINE COSINE 那H也是一样 你把它的 复数形态 乘上这个 乘上这个 然后呢 我们取 取它的时数 取时数的时候 前面这个 只要 这是COSINE 后面因为有个J 所以我们就取它的 SINE 因为J层 J变成 负1 变成正的 H层 也是一样 最后就变成 这个 你看这个SINE 我们也可以把它 化成COSINE 这个是我们 从SINE 化成COSINE 你可以当初就把这个J 也把它 J是等于什么 它就是 Exponential J 二分之牌 Exponential J二分之牌 因为这样的话 就变成COSINE 二分之牌 加上JSINE 二分之牌 cos二分之牌 是人 J JSINE 二分之牌 就是J 所以呢 它就变成COSINE 所以多一个二分之牌 这样处理也可以 好 我们现在看 第三个例题 手机的基地台 传送UHF电池信号 磁场是这个 Z轴垂直于水平 D平面 就是Z轴呢 是跟D面垂直 D面就是XY平面 求电支波的频率 F即颇长 写出对应的电场 表示是 有一位观察者 站在Y等于零处 圆点的地方 用垂直的O即天线 量测电场的时间函数 假设没有任何耗损 求以下数据 对应的电场 Omega T 等于零 Omega T 二分之牌 等等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这个 就频率 跟Lamna 频率跟Lamna 都跟什么有关呢 跟K有关 对不对 跟Beta有关 也跟什么有关 跟C有关 跟它的Face Velocity有关 Face Velocity有关 那么 因为它这个是在空气里面传播 所以我们用这个 直接用这个比较快 用这个Face Velocity Omega被Face Velocity 来除 变成Beta0 那就是二分之牌 Face Velocity C组就是这么多 17.3个Radiance per meter 那Omega呢 就等于C 乘 Omega C 我看看 是不是写错了 Omega OK VP就是C了 C乘Beta0 算出来是这个 Omega算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算它的频率 频率 Omega over 2pi 带进去 就是这个 波长呢 2pi over Beta0 这么多Meter 这个是我们算它的第一个 第一个问题 Part A 再来Part B Part B要求什么呢 它要求 它的对应的电场 不是 求它的什么 我看看 Part B 对应的电场 表示是OK 对应的电场 因为它已知的是H场 那么我们要求电场 我们就把刚刚 我们学的这个式子 应用上来 那这个是377 Om Ay cross Ax 这个就是行进方向 H它是Ax方向 Cross以后就变成这个 Cross以后变成这个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求它的 EY 电场 在这么多 Omega t1等于0 Omega t2等于2分之pi的时候 这个值是多少 那么很简单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式子里面 Omega t就是这个 正向等于0 带进去 Y等于0 Y通通是0 那就是 扩散三分之pi 对不对 就是这个值 这个呢 就是 这个是0 那这个是二分之pi 加三分之pi 六分之五pi 算出来是这个 那这个pi 那这个0 pi加三分之pi 跟三分之四pi 等等 这样就把这个 这些字统统算出来了 好 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 下一次跟各位介绍 我们电视播 如果在 不同的介质里面 传播的话 到了借质 两个借质的交界处 两个借质的交界处 我们必须要用到这个 连续条件 OK 好 我们今天上到 下一次